如果是選擇彩雅塔的部分的話 你在 雙幹部 對 你這個在整體的位移上面 大部隊很難做一個拉扯 喔對 這邊直接25D界殘存馬上被電死 直接輔助的量 因為剛有在鋼把的一個視野盲區 沒有辦法及時給予輔助 所以我們看到HKA E32的陣型 持續在做出強大的破壞力 小鈴現在配合上 你開始滲透到市場地區 Muini這邊直接往Deva 一直做出傷害 目前的話 我們可以看到是PUL的一個Deva 右鍵應該用量差不多了 但是這邊路修直接被睡著 Zerendy直接閃過被睡著之後 RQD直接帶掉了他 然後小鈴這邊直接把勞開座啦 這邊其實Blank有點推得太後面了 車子不斷的推推 推到攤販旁邊 形成一個窄口 直接進行打出團隊的影韻 但是剛剛前半坦克被照顧得非常的慘 哇這邊Deva再次爆甲護 這邊沒有辦法發揮出保護性 但是因為Muini被上是Rendy比較屈全的一個 前壓反而是人頭掉了 這樣的話這個前壓有點是陪了夫人又折兵 那點是特別卡在這個位置 大家看一下他們有沒有開出大絕 哇這邊防狗仔開啟火灌火灶 防狗仔這邊是開啟了超版路勝跑走啦 可以打一波消耗讓Muini拿到EMP以後 再開啟超版路勝 超版路勝 這邊直接被拔刀想開剁 但是在驅趕對方的同時 呼這邊一個空中自爆炸掉對方的CQP還有Muini 哇喔 接下來HK因為剛才的保護器開的時候是失誤的狀態 所以兩個保護器都沒有 這波是要仰賴在這個電池脈衝波 害弱的狀況 能不能成功讓小鈴達到做出一波好的攻勢 但是鋼把這邊下來被這個驅趕漂亮 二樓驅趕下來之後 馬上Rendy去接應直接帶掉才能的鋼把 那正面部分我們看到HK這邊是直接 配上自己打AQD造成大量傷害 Rendy這邊重新換回的是第一把 所以變成是現在的傷害面會出現一個很不足的狀態 除非我能堵到這個龍蠅雲製作出傷害 但是時間來說目前還蠻緊張的 蠻過來這邊先手先開啟了超凡路勝 連護隊友做進攻小鈴趁這個機會 直接到二樓想像做驅趕 Mui走電池脈衝波會開啟嗎 一直找不到好的位置開啟 Blank因為這個地形的關係 其實人數拉得非常的散喔 這盒子先拔刀一刀疊帶掉Mui Mui再一次爆電池脈衝波 身往這盒子再堆掉CQP 這個HK的走位到一半是被橫刷 一個很好的機會直接做出一波風采 目前狀況感覺是 就是HK Blank的站位HK一直沒有辦法去講說 我到底要整得哪個點去做機過 開啟這麼久完全都沒看到人 然後呢我馬多載就一直在後面 然後結果超越超凡路勝OK 我這邊可以做公司 但是我找不到你的人啊 這邊的話我們可以看到 Blank的站位其實給了HK 是蠻大的頭疼喔 我們看到剛馬手中還握了一個超凡路勝 這邊就要把炸彈一年直接炸掉了 HK18 阿婷倒下 我不太看燃燒沒人碰撞 那麼現在攻擊放Blank拿出 剛才HK8有拿出奪命女一下想破你的刺客前壓 但是在HK直接拉扯同時直接晃回了全是體系 對這邊防守方的檔案直接守拱門喔 高台直接被進攻放Blank拿到了 這個HK8的這個帶的激度已經將近快70% 前最爽的是招架反彈那個烈焰擊 然後直接刷一排一排過去 這個龍刀好了 太快了吧 一分鐘不到的刀直接消失 其實阿敢把真的還蠻有膽的感覺 如果是我我也會吧 太快太帥了 沒有來低一點我們看 對方HIGH其實是在一個後排的狀態 你這樣去墮其實很有機會 除非你第一個 除非你是直接秒HIGH 但是在CQB 你一定可以一刀秒HIGH 然後你這樣直接衝擊 你很有機會被HIGH你的大絕HIGH 或者是被他右肩直接HIGH掉 他可能是剛剛看到大部隊已經在拱橋上發生戰鬥 他想要趁機往後突入 打出一個破口 但是沒想到這直接吃到一眼皮 補上那一點傷害的感覺 讓會戰打贏 是的我們看到這些芒果仔的話 再次帶掉雀友 但是車騎是已經推到了水池旁 自爆丟起 自爆會出事嗎 有點高 暫時把人清空之後 褲褲這邊重新穿上機甲 但是剛把這邊後續被小靈座追殺給做擊殺 小羽這邊追到3DROP 小IDROP直接被包圍 左閃右扭沒有閃現 蛤蝲這邊方法 是從這個非常重的矮槍接到 我這個這個這個 我上去 我上去很兇直接害你啊 我上去逼你 直接貼零你也打你 空中飛人 這邊方法馬上這個包夾 BLAG這個包夾很重要 但是這個 但從那彈出去直接被 DVA給吃掉 但是TRAIN我的電電槍表示 你擋不住我的閃電 直接電掉了兩隻輔助 自爆出手 暫時驅趕一下場 但是有炸掉 是呼呼的機甲有賺 核實的一個罰在空中開啟 火箭彈不然是直接 是被星星凌鋁的擠壓 把地炸死了 小羽在跟著上海 多掉是TRAIL 人數這邊一面倒 這邊是賣衝炸彈 還有兩個保護器 這個自爆要 看一下呼這個自爆 會怎麼做應用 直接出來想先害 心被害了跳不進去 那這個 哇這個進場有點斷層 因為這個害的重要性 然後呢 木居這邊是直接在造正面部隊賽 去丟這個電子賣衝破 害了是許多人員自爆 開啟來自 的 是HKA TRAIL這邊跳掉的是 芒果站 那是有點劣勢 Randy 這邊打出的是沉盾的傷害 我們看到這邊 TRAIL其實在戰場內 持續做進發 但是在後面部分 小鈴直接穿到後方 補掉的是RQT的血鏈 那這邊 OVERTIME直接到 對方有護盾 而我方沒有的情況之下 最後會戰的是HK獲勝 而且其實在最後一波 Blank已經處理得很細膩了 他們讓鋼法在一個 不會被害到的位置轉角 之後 畢免自己被害到 躲開那個EMP之後 馬上開一個紅光補照 這邊我們看到是 來到是艾希瓦德 他好像不太拿害影過耶 居然會在這樣地圖看到 有拿過的鏡像 對 有拿過 但是真的很少拿 而且就以木銀的駭影來說 我不知道盒子這邊 能不能國異成功喔 應該是我們看到第一時間 Chill是直接跳了過來 在自己家輔助的照顧之下 直接把整卡 戰場架設在 小房間的門口 已經看到的是後方部分 兩邊的這個駭影 大絕進度 互有高低啊 對 我們可以看到這邊是由 和尚持續在受到閃光POG之下 鋼板一直去吃補包 讓盒子這邊賺得快 但盒子這邊是有點太過身路 但是被套了一個黑頭 就被SQP給做了擊殺 I-Drop同樣換掉 是對方的一個和尚 但是自己家Chill的星星 一倒正面沒有壓力 這邊是可以嘗試做一波擠壓 再加上說Blank目前站位 全部人在通道內 這邊不吃好像擺不吃的概念 對 這邊 HA有成功打出來 他們想要打的東西喔 利用閃光跟駭影在兩邊 做側面的騷擾 哇 電磁脈通摸開了出來 這電磁脈通吃掉音波屏障 是 摩尼這邊是代掉 是護衛的機甲 之後小靈收掉了RQT 人數烈絲 回到是Blank身上 雖然Trail已經成功反場 配上核實打掉的是機甲 但是核實這邊有個精彩表現 收掉兩支輔助 Mui跟小靈再打掉你的和尚 跟溫斯頓 在效果不明顯的情況之下 在2點 這一個 哈斯自己將駭影換成士兵76了 但只得一提的是 在這個部分是 變成了變相 是變成 是 殘斷槍這樣的陣型 但是閃電狼 昨天的殘斷槍 是防守不住 HK這個進攻的 對 HK其實昨天那邊 在到閃電狼 最面的殘斷槍的時候 確實成功防守下來 這要看Blank 會不會斬殘造樣的命運 可是目前傷害沒有很辦法 出來的狀態下 這邊是Blank想做防守 但是自行猜證的結果 是人頭倒光光 但是Blank的防守方式 直接走了城堡位 直接出來 清晶直接跳後排 下斷 哇 被推下去了 想說AT被推了下去 哇 這個有點傷 剛把這時候也抹掉的是Mui 這邊的話 Blank也被掌握到人數優勢 可是這邊開啟了一個戰術鎖定 對 我們看到小靈現在已經在滲透目標 已經在二樓部分 但是被和尚的一個槍線 給封印了起來 清晶這時候直接開啟解釋 四路想去做一個二樓平台的清理 這邊的話 直接換陣 有人要被推下去了嗎 和尚這邊 跑走了 踏到木板 從二樓上來 這邊我們可以看到 清晶這邊開啟 但是我們也可以看到 剛把這邊也開啟了一個超版路 勝去保護隊友 互被爆甲 這邊被踩死 突然害到了一個猩猩 哇 這猩猩不行跳 只能會巴掌 再JUKE你 被玩弄的猩猩 馬上受到大家的起火 開始送能量 剛把在沒有最後保護狀態下 也直接命上 黃旋和尚也不例外 這邊的這波開戰 打得不錯 相對來說也繳出了頗多的大絕資源 成功的 無視了 Blank這邊的輸出人員 閃光線過來卡車之後 天空飛向來 一台呼呼的機甲 來坐檔車 自爆機甲開啟 小瘦和娜 有死嗎?沒有死 他只有炸掉A艇 哇!A艇那邊炸掉了 其實在這種狹角空間 其實傷害面會來得非常非常糟糕 但是我們看到芒果仔裡面開啟一個超版路 勝到正面的部分 Eye Drop這邊被駭入 沒有辦法回溯 直接被推了下去 這個精妙的配合 然後最後這邊也帶掉是芒果仔 這邊核實又被推 喔喔這邊兩邊入修 都有發揮空間 都很會推 真的都很會推啊 兩邊弄被推了這邊的話 核實在這個距離開啟了一個戰鬥鎖定 硬一點D把右肩用完直接被打了爆甲 在隊友配合撞在下面 送荷娜跳出來 被IQT直接噴掉 車在4.6公尺的部分 是被擋了下來 時間超過30秒左右的時候 HK大絕量會短暫勝於Blank一點 他應該會一瞬間逼近六個燈喔 哇這個反丟 還沒有知道 但是Eye Drop這邊持續在 是騷擾你家在二來二樓架起來的遠程線 是的 應該還在等Mooey的一個EMP 但是Woo這邊直接被爆甲摔了下去 然後星星直接開啟點性子路 想要去清理對方 想要去清理Blank的後排 威斯頓 這邊 喔喔這個路修 倒是阻擋這個威斯頓跟小迪 這個閃光一段時間 但電磁脈衝動同時開啟 閃光同時倒掉 閃光倒下之前的一個慢龍戰爛 有丟出去炸掉了 可是這邊戰況一面倒 被害弱的時候 這邊是讓隊友賺到了許多能量 也是疊了蠻多大絕 蠻谷仔這邊也開啟了一個超反路聲 哇這DVA被推得下去 那其實你出害一陣 要針對也是你啊 對 這害一陣當然好就是要針對雙坦 對就是要把你DVA給搞爆 尤其是DVA 還有保留右肩的狀態下 沒有辦法激活到對面的DVA 對面星星落單在左側的部分 對而且在這一波是個鑽角 喔這邊是主動先開個超反路聲 要做一波搶攻嗎 現在不是很完美的情況之下 是成功讓SK後側吸收掉 這個大技的一個火力 是 和斯兵的一個戰鬥鎖定效果 並沒有發揮出來 Mui這邊的亥影 至於在戰場上面去給對方 溫斯頓壓力 溫斯頓被套了一個黑球蠻急忙 跳了回正面 但這邊部分呼舞的機甲爆掉 然後剛把野獸面是跟著倒下 來這樣我們這邊 終於收掉了芒果仔 但是在於說 自己有過無廢話給予 持續給予保護的狀態在下面 後盤還是瓦解的速度非常快 在成功Counter掉你的EMP之後 大部隊必須要怎麼防範 沒有技能要怎麼打回戰 最主要是核心輸出手勢兵器用的這個大招 以及他的槍線是架在這個直線 但是HKA可以直接利用這個轉角 規避這個傷害 我們看這邊換上是小美 出來要硬撐你 RQT這邊換上了是安娜 想利用斷補來做一波清場的嘗試 這邊還害下去 有機會 小招全沒 第一把機甲應該會直接被擊火 是 但是Rendy這邊一個第一把自爆 有了丟了出來 今的機甲上去 又是一尾新的活龍 輕輕躲避完自爆之後 出來在車旁邊加了一個盾 I drop被丟了一個奈米強化 直接去做後排清理 但是在陸修加速的同時 直接把猛果仔直接帶到正面 是QP直接一個右鍵 硬撞衝擊噴死了RQT 阿嬤倒下 但是 目前這個教授戰來說 很難講 2.66公尺 合適的 這邊打掉人體機甲之後 後面也收掉的是芒果仔 小美有大了 這邊人數開始一個個倒掉 這個暴風雪 成功有做出感場的效果 側旁變化 目前剩下是維也陸修 說完倒掉 雙飛陣型的伐蠟並沒有繞後面 直接是繞正面 其實也可以意識到 因為你出防守房間的窗出花影 會蠻歸屬在這個小房間 只要你認識HKA的話 繞後面可能會撲空 還有可能繞單造成危險 直接從這邊是飛的進來 哇 這個砲擊雖然沒有很精準 但是還是有辦法壓低對方的一個血量 是 兩隻坦克 因為要吃補包 必須要在通道的口去做迂迴 但是其實是受到咳舌大量轟炸 哇 都都miss掉了 哇 又拆掉了機甲喔 哇 但是在持續空中轟炸 在給出壓力的狀態下 隊友有在收割 但是就以可使個人的傷害來說 並沒有很完整的有效打出來 iJob這邊 取去追了對方 把我吃杯這邊被帶掉之後 法拉也準備要出事了 關鍵的閃法 有 也是啦 到後面就在跌 一發駭影 跟一發那個對方 一發那個什麼 一發好像是露西歐吧 都沒打到 是有成功幫地面部隊 吸引到對方的眼光 有給出壓力 但是傷害沒給到 相對來說比較可惜一些 也是因為他飛的高度偏高的情況下 傷害來的比較慢喔 但是也是要說他原本復原任務 可能就不是要做擊殺 是要做出一個注意力轉 你讓iJob去做收割 我們看到這邊 HKA部分 防守面來說 兩個保護技在手 這邊直接又是被護 又被害了 馬上又被欺負 哇 這個直接爆甲欸 而且超光明正大的直接爆甲 然後呢現在 Blank加成員在二樓做清理 發現說正面第一把已經爆了 想回來 經濟已經被套了黑球 也其實是被逼破開啟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HKA這邊是一個 因為冰波平常開了下去 這波傷害給呂不出來 哇 這邊反而是一個 技能的交換之後 是對Blank來說燒險 哇 這個黏到了 哇 自爆開啟 HKA這邊有收掉的是A-Team 可能是 HKA這邊的炸 再一發 沒中到阿霧修跑了 被DFA擋掉了 新第一時間架氣來 是跳到的是轉角部分蓋血 跟平常產生氣 打開之後 自爆再丟出來 成功炸掉對方 CQB CQB倒下 但是Trill這邊 這次影仙身亡了 可是一樣在找他的好機會 在上 HKA這邊 直接個消毒轉行氣 躲掉這把火箭 沒有死 但是後續被IGR收頭 之後人數就是回到這Blank身上 來到近距離 手中 火箭彈幕還有 應該會留到下一波反場的人 再開 希望甘霸能夠拿到這一個 十倍的復活 對 在雙飛的情況下 不斷的加傷 復活來的比較慢喔 燃量非常的慢 有成功帶掉 可是這邊成功收掉的是小鈴 這一發是建功了 是在這個環境下面相對難躲 因為這個橋段完全沒有任何隱蔽 這邊直接是開啟了一個回音彈幕 然後自爆 下來 哇 報仇 但是在大絕交換結果來說 車14.30公尺到點 剛把這邊復活 單拉核實起床 把他起床 重新開始回到轟炸的位置 這個路修好溜好溜 但是被RQD這邊直接配上慈悲直接給噴死了 但是自己加閃光倒下 在芒果仔開啟超反路上的狀態下面 核實這邊的傷害暫時性打不出來 配合上隊友獎 集合對方溫斯頓溫斯頓這邊開啟個野性之路在橋上 開啟野性之路溫斯頓 非常危險 離開遠南盾 呼 這邊又炸掉兩個木魚跟小鈴倒下 這個又是救世主之殺 對 這邊其實已經成功 阿婷已經成功限制到 Blank這邊的後排 不過這家一炸 真的是把他炸回來了 有這時候將這個慈悲更換為殘壓塔了 是 但是這邊 有個問題是 把他在這邊其實發揮很受限 站位相對危險 小鈴直接進場 配合上隊友收掉是 對方的一個 和尚 這一段的話我認為可以 採取跟66號公路的第三點一樣的一個打法 直接更換為這個 射控麥卡蒂或是 死神這樣的一個角色 應該會比較好一點點 不過這邊法拉還持續使用 有火箭彈幕喔 我們這邊一開法拉想擋 第一把即時一擋 但是血已經先殘 馬上開啟一個自爆 D5會中技嗎 阿結果中技了不是核實 這邊是Chill被炸掉了 這個角度來說 他可以做一個很遠程的 一個拋物線的轟炸 做出一個彈幕效果 對 對 夾子先放 先去封印一下 對方的人員 這部分我們可以看到 擺在後排的是 文威這邊直接進場 開啟電池脈衝波 同時剛把 1350滴血之後 馬上被收掉 小鈴支持同時 脈衝戰彈 一丟也是收掉 跳出機甲的護 6秒鐘 7秒鐘 第一把時間飛了吧 閃光 直接要碰著 開Overtime 我是被推了一把 有開啟 回來開啟之後 自爆進場先把你的場面輕功之後 Chill直接配合上 隊友先打掉 是Ateam 直接馬上形成一個六大火局勢之後 這邊滾輪 地獄飛輪過來 喔 是炸爆DVA的機甲 對炸爆機甲 自己本人差點死掉 狀態下 第一的隊友馬上怪 給予保護核石沒有倒 火力甲很高 這邊滾上手 一跌丟怪炸掉 是小鈴之後 這邊收掉 是萬國債 草馬路神那邊開啟 完全利用事面是在Blank身上 直接推到點 自己雙坦直接被打掉 而DVA進到炸彈署的小房間 是我們那邊看一下是由 紐西蘭救世組支撐的 呼呼這名選手DVA的一個表現 而且不是救世保 一流失 兩邊都是選擇雙飛開局 那在封車位置上面的搶奪 就是重要的戰略位置了 我覺得法拉要看喔 法拉要給予 要比的是哪邊 地面壓力給的快 哪邊法拉先壓低 閃光就可以先打法拉 但是雙方一開始 小鈴先被帶掉 荷石這邊收掉 是魔衣 哇 這邊快一個破口打了出來 之後最後再跟著店 電掉的是沒有人 飛的芒果仔了 石碑 I drop這邊在側葉部分 去跟對方 這個閃光差一點倒 在自己家DVA的保護之下 是直接逼出對方的閃光交速回溯 這次魔衣成功拿下了 赫斯的法拉 空戰這次 現在1-1 但是被復活起來不好講 大卷來的非常的巧妙 持續再做空戰 地面部分 打了很久 僵持這邊的話 直接想過去疊個脈衝炸彈 但是效果並沒有成功的發揮出來 但是有配合上隊友激活掉對方 倫敵的機甲 機甲一掉自己的法拉 其實相對也開始危險了 對 在雙飛 兩方都出雙飛的時候 DVA被先帶掉 是非常劣勢的感覺 我覺得這個還蠻兇的 開火箭彈幕 然後打對方的雙飛 這個就是在賭 賭我那一瞬間可以把你殺掉 其實那個小飛彈其實噴出來也是亂數 真的沒轟到你也沒辦法 對 有點RNG成分的大招喔 你會讓自己迫入在對方的槍線之下 這個體積變那麼大 其實你要轟到對手的機率真的是非常的低 是 反而這盒子這邊直接一開 瞬間傷害收掉小鈴之後 配合上隊友再收掉Randy 畢竟你在空戰中 居於高位的也是有優勢喔 大姐的優勢是在第一波會這樣建立起來 有慈悲的復活 有火箭彈幕 對 慈悲還有復活 就算你第二次打贏我 我把他拉起來就好了 好 這邊木椅換出了牛仔 想給予你法拉多一點壓力 但是我覺得這個方法 你反而在要出巷口的同時 就會被法拉反向壓制 沒有錯 這樣的話 反而是全部人 是因為法拉的火力 全部人的龜縮在 是門口的部分 沒有辦法進點 反而是讓iDrop找了個很好機會 直接從後方穿陣 帶掉小鈴閃光的時候 直接猩猩 馬上配合上iDrop 直接做一波擠壓 何時在空中收掉 芒果仔的慈悲 這邊的話 18雖然野氣之中有派掉RQD 但是這邊鋼板 又把自己的RQD給附了起來 何時這邊直接打掉兩名成員之後 也順便自殺 這邊導現閃光 我地面的傷害力會來比較夠的時候 剛好對方Moei因為閃光倒 我必須要壓力空去給予傷害 那我何時就想說 你再壓力空 那我就直接針對你 這又是一個鏡像對決了 哇 狙擊在狙擊 iDrop一開始直接狙掉誰聽 要看一下雙方的狙擊 這表現 對 下一波的會戰 應該會將對方大部隊 勾引到據點上面 讓剛把從後面 直接開啟眼皮 哇 Moei這邊反狙一個赫士 這邊的話 iDrop先下來 先吃一個補包 把自己血量維持好 因為等一下應該會有 多餘的人來對他做傷害 這個眼皮應該是 應該是駭度到對方 複數的一個隊員了 所以我們看到這邊的話 這邊是先開除的 電磁脈衝波 但是Moei這邊 哇 這邊去掉對方 兩顆人頭小鈴同時 脈衝在那裡也收掉 是呼吸的小送河娜 到了三顆人頭 Moei這邊受到 是缺有的制裁 A停這邊重新回來 再驅趕走對方的 iDrop之後回到點上 但是其實 在這一點硬低的 大學交換之中 趴數已經來到的是 50% 那Randy這邊 再爆甲 哇 那這邊對Blank來說 很有優勢 而且奪命女 還是沒有受到限制 可是這邊手中 摸的脈衝炸彈 持續在側葉部分 去做壓制的部分 馬上補陣 在自己的電磁脈衝波 開啟的同時 Moei拘掉 是呼 GOMBA手中還有電磁脈衝波 可以做反開 有被抓到位置 爪弓沒有了 直接 欸 這邊4秒3秒 但是還是被電 被電倒了 Moei少了一個遠程槍線 活力但是A停這邊抓掉 是GOMBA GOMBA這邊開啟電磁脈衝波 代掉是Randy的機甲 身體換頭來說 現在Blank就算放點 也是可以有巨量的優勢 被反拿回來就會 喔唷 又是一樣 與B 奪命女死了 兩邊的駭影都沒有EMP 所以說這個擊殺 是非常關鍵的事情啊 五五波開的大招面 好了現在你看 奪命女 現在只有一幫奪命女 這槍線架得很開心 哇 哇 巨了三個 太準了吧 再一個嗎 這個應該也是被他巨到殘血 是這邊312% 因為奪命女的第一槍 直接點掉對方奪命女的關係 射線 直接完全自爆整個戰場 Overtime燃燒有人能進來嗎 像Blank四驚三分的狀態下 這個Overtime 能決定Blank是否能成為季軍 現在OB都點頭了 直接拿了下來 4比2 我們來看一下iDrop 奪命女的精彩重播 完全不意外喔 一槍 完全沒有任何miss 每一槍都打中 沒有 剛講完 狀況也是因為對方奪命運到 你的人沒有受限 再次恭喜Blank 我們給予熱烈的掌聲 再次恭喜Blank 對方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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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方蛇